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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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风潮没有像当时来的这么样的火热 可是万代这边持续都还有在推出不同的款式 说到这边相信有部分的观众应该是已经猜到了 没有错今天的话魔玩就要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电子机的系列 既然会特别来跟大家分享电子机 看到这个包装大家也猜得到了 没有错这次的话也是我们初音未来联名系列的电子机 其实万代也很聪明啦 万代要主打不同的客群 所以在新系列又特别推出了一个联名款式 除了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初音未来之外 更早期有推出的像是我们的鬼灭之刃 做出回战 以及最近才刚推出的阿尼亚 我们的SPYFAMILY 这些款式其实都是有制作成电子机的 最近的话没有错 话题讨论度再次突破新高的 又是我们的HOLOLIFE系列 上个礼拜啦 PECOLA正式跟万代呢 联名推出了一台全新的电子机 当然也是属于我们日本区域PB商店限定的商品 一开卖呢 魔玩记得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完全完售 那也因为讨论度是非常非常的高啦 三天之后呢 万代这边又再一次宣布即将要二度再犯 魔玩啦是有跟到预购的 可是实际上会不会砍单也很难说 目前的话都还是处于预购的阶段啦 等到时候正式发货呢 魔玩有收到 当然也会再来跟大家做后续的开箱 回到今天的重点啊 先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子机 其实最早在1996年呢 就已经有先推出第一款的这个电子机 呃严格来说啦 应该算是电子宠物啦 只是呢当时的这个造型是很像一只小机 所以台湾这边呢都是叫做电子机 当然也因为正版毕竟是比较昂贵一些啦 所以台湾呢当时是有推出很多的这个盗版的商品 魔玩记得以前在书店购买也是只要99块 可是魔玩印象当中啦 这个盗版的机种呢养到一定的阶段 就会非常非常容易死掉 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晶片设计有一定的关系 但不管怎么样啦 小时候呢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曾经养过这样子的电子宠物 那一直到现在隔了20几年的时间 其实这个电子宠物的系列呢 是持续都有在进行更新 一直到最新版本的 现在是已经有推出彩色画面 以及触控方式的这种电子机啦 整体的游玩过程呢也就会更加的丰富 万代推出这样子的联名机 都还比较属于这种实验性质的商品啦 所以呢内部的规格都不会到太高 最主要画面的部分啦也都还是以黑白色的方式来呈现 至于里面能够凸显出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当然还是要实际开机之后才会知道 最后的话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价格的部分啦 魔玩这次购买的价格也就是在台币670块 一般的联名机种大概也是落在这个价位 但如果你有想要养到正规的电子宠物 定价上面的话到一两千块 甚至到三四千块都有 魔玩个人还是会建议大家啦 真的有兴趣 当然还是先挑选这种联名系列的 先游玩一下 真的有喜欢啦 才去购买这种比较昂贵的就好 那这边的话魔玩也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就赶快开机啦 来看一下里面展示的效果 这边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新式的电子机可能也因为环保的关系 所以在核主里面是没有附上所谓的专属说明书 最主要也是让你扫这个QR Code进去 但魔玩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代理这边一定要把它贴掉 上面至少是有网址的啦 进去之后呢 大概就可以看到这个专属的PDF档 魔玩这边也会在影片资讯的地方附上连结啦 大家有需要再从那边点击就好了 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本体 其实这次收到啦比魔玩想象中来的要小上非常非常的多 魔玩原本以为大概是这么大一颗 那出现未来的款式啦 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外形 但是在里面的内部架构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以万代系统来说啦 还算是蛮有良心的 最主要的设计架构 一个正方形的萤幕 三颗按钮 以及后面可以换电池的地方 也就没有其他的机关 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换型啦 来看一下里面呈现的效果 欢迎之后它的设计动画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放入一个光碟片啦 就很像是你安装Twin这个软体一样 最主要的游玩方式啦 其实也是透过互动方式来让我们的Twin未来成长 那下面三颗按钮的话 分别就是按钮ABC 没有错 说明书上面就是这么写的 A按钮按进去的话 这边就有很多不同的互动选单 每一个选择之后呢 都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在B按钮这边呢 最主要就是用来确定 以及呈现时间的 退回到主画面 我们按B按钮 那这边就会直接呈现目前的时间 那C按钮的话呢 最主要就是用来取消 假设你进了选单之后 没有打算做任何的动作 那我们直接按C按钮 那就会退回原画面 退回到原画面呢 你再按一次C按钮 也就可以呈现目前的状态 那可以看到啦 刚刚的Twin未来呢 感觉是有一点点的无聊 这边的话我们就先进到选单的部分 第一个是爱心啦 应该是培养好感度 那进去 进去的话 分别还有不同的选项 我们先选第一个 来稍微看一下 哦这个应该是练习唱歌的模式啦 那我们再选下面的一个 这两个模式应该比较算是对应状态使用的啦 如果你的Twin未来在状态上面呢 有呈现不好的状况呢 可能就要透过这两个来去消除 接下来我们一样按A按钮 进到第二个的选单 再进去的话 这个就算是一个迷你游戏 目前的话呢 它一样是有三种的游戏可以游玩 第一个的话 唱歌游戏 其实它就比较算是对应按钮 可以看到旁边这边有一个B 那我们就按B按钮 OK那这样就成功了 这边A 有这样就成功了 通话上面呈现也算很可爱的 它会出现一个比较真实版本的初音未来 没想到这种点阵图啦 还是有办法完整呈现 模玩个人算是蛮喜欢的 接下来在小游戏 这边其实还有第二个 是一个钢琴的样子 那我们点进去的话 看一下这一次的玩法 有音符出现 那它最主要其实也就是要接到所有的音符啦 最主要我们就是按A跟B的这两个按钮来进行操控 千万不要按到C 因为一按到C的话就会退回主画面 OK啦那这样子就算结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状态啦 目前来说的话呢 OK还算是蛮开心的 接下来其实在小游戏的第二个 好像还有一个stage的样子 哦这个 可是这个的话目前是按不进去的 特别查了一下啦 后面的stage呢是特别的这个公演演唱会的版本 那它是限定时段才能够游玩的 时间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跟六点到九点 跟之前啦 模玩具参加过Trimway的演唱会呢 时间是一模一样 那在公演阶段的话呢 也是要透过A跟B呢 来去打这种节奏的按钮 实际上的玩法都比较类似音游的这种感觉 解锁成功的话 应该也就可以提升更多的等级啦 那当然也就可以解锁更多不同服装版本的Trimway来 实际上的游玩方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啦 如果你有想要带去办公室的话 这个宠物机都是有办法设定成静音的模式 但是啦一段时间呢一定要稍微检查一下 虽然是初音未来的版本啦 不需要清理厕所 可是啦它还是有设定这样子的机制 你太长时间没有游玩呢 它的房间会变得过于杂乱 那你的初音呢可能也就不想训练 不想唱歌变得非常非常的懒惰 所以这个部分啦 大家在游玩时候呢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 难得有机会再次购买到这种电子宠物的系列 而且养的又是初音未来 一定得要买一下 也希望官方这边啦 后续有机会可以推出彩色的版本 既然啦说到这个电子宠物 万代另外一个主打的 没有错啦 也就是我们怪兽对打机的系列 生命手环目前推出到第三代 可是严格来说啦 好像跟一代没有太大的区别 除此之外啦 其实呢在今年的9月份 我们D1的怪兽对打机 也即将推出彩色的版本 虽然之前已经有推出过一二代了 可是在9月份就要推出三到五代 魔玩之前一二代也没买到啦 那三到五代呢是有来进行预购的 等到时候到货的话 也会在拍摄车影片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影片也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 之后魔玩也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玩具系列 以及我们这个电子宠物的系列 我是魔玩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感到今天第三天啦 终于出现一个不同服装版本的初音 那这个的话应该是2021年演唱会版本的初音啦 头上的两朵花算是蛮好认的 不过它蛮有诚意的地方是 如果你的初音是最佳状态的话 按一下这个资讯显示的地方 可以看到上面的图像呢 也会因此而改变 实际上来说算是蛮细心的啦 但魔玩个人也会很期待呢 之后可以再养到不同的服装初音 又或者是呢其他的角色